大家好,欢迎来到新市一站,我是Coco 两性关系让女人毫无抵抗力的 一般都是这三种男人 看看,有你吗? 第一点就是老实的男人 女人最想要的不过就是一个安稳的家 女人经历了一个人生太多的一种坎坷 现在只想安安稳稳的过完后半生 她们最想要的就是安全感了 只要踏实就好 自己再也不用漂泊流浪 回到家的时候呢 总有一个人在等她归来 她们看透了人世间那种苍凉 爱情对她们来说呢 不能吃又不能喝 靠嘴谈恋爱终究是一场梦的 找一个踏实的人过完后半生 才是最明智的一种选择 自己舒坦,孩子也放心 第二点呢就是事业有成 有一定资本的男人 一个事业发展的很好的男人 有一定社会地位和资本的男人 她本人的一种气度和能力往往都不会很差 这样的一个男人呢是十分优秀的存在哦 女人呢一般都是很钟爱的 女人喜欢的不仅是她具有的一种外在条件 更是那些她举手投足间的一种淡定和从容 第三点就是情商比较高 有一些男人呢既没有外貌又没有事业 但她情商很高 再冰冷的女人在她的面前都是小菜一碟的 这种男人是最让女人着迷的 很多的女人呢刚开始可能不喜欢 但是呢相处一段时间之后呢 高情商的男人就能够让女人对她 死心塌地的爱着她 喜欢我们节目的记得帮忙点击 订阅点赞加收藏转发 下期再见哦